男人突然发现了一件诡异的事情 一艘俄罗斯巨轮竟然出现在纽约的市中心 水下面的大客车一瞬间被压成了铁饼 不过也因此让轮船停在了这里 本来以为只是一场普通的暴风雨 万万没想到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超级大海啸 下一秒巨大的海啸就吞没了整座城市 然而这里的市民却对此一无所知 就在这时 黑妹还要求小美去帮她拿回护照 不知道危险的小美正向车里走去 而滔天巨浪也在这时迎面破烂 还好她眼尖的男朋友发现了不对 及时地叫住了她 海啸无情地吞噬着街道上的一切 犹如凶残无比的巨兽冲向人群 来不及逃跑的市民瞬间就被淹没 好在山姆带着小美跑进了图书馆里 他们刚跑上二楼海水就跟着冲了进来 而对人类的恐怖灾难才刚刚开始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这里就变成了一座水上城市 获救的众人都感觉惶恐不安 唯独身无分文的乞丐却无所畏惧 还和她的爱犬共同分享着美食 获救的小美更是被深深地感动 她痴情地望着眼前的山姆 在危急时刻山姆的表现 也彻底地俘获了小美的风行 山姆来到一楼给她的父亲打电话 她的父亲是美国气象专家 叮嘱山姆千万不要出去 因为有一股急寒风暴马上就要降临 还没等说完就将她淹没在了水里 一旁的小美不会游泳只能干着急 还好山姆在最后时刻游了上来 小美立即给她换上了干净的衣服 并且用自己的体温帮她取暖 此时大厅内的众人还不知情 一旁的狗突然向窗外狂叫 这时所有人才注意到 一艘巨轮漂浮在街道上 直到撞上了水底的公交车 巨轮才缓缓地停了下来 没过多久整个纽约就下起了大雪 之前涌入的海水也全部冻结成冰 在海啸中幸存的人们纷纷走向了冰面 他们结伴求生向南方迁移 图书馆里的众人看到这一幕 立即效仿外面的人准备迁移 山姆坚信她父亲的叮嘱 于是立马出来阻止 试图挽救更多的人 并表明自己的父亲是气象专家 如果寒流一到 外面的所有人都会被冻死 但众人还是选择尽快离开这里 没有人愿意听一个毛头小子说的话 最后只剩下了少数人愿意相信山姆 而外出迁移的众人 却没有一个能够活下来